来长江南京段的一个河漫滩 看看能不能碰见姜屯 刚才他们说姜屯禁的都恨不得上岸了 冬天的时候这块落水比较多 到夏季的时候就卖上去 其实水很浅的话 姜屯就可以贴着泥面在这游泳 但如果把这硬化了 用石头的话 这姜屯就会滑上肚子 像这样的河漫滩 现在有点少了 等本天没看见 换了个点 姜屯书屋旁边的姜边 非常活跃 你就我们站着坐着 站着 他就在你面前 一会儿起来 一会儿起来 甚至肚皮在朝上 如果遇到繁殖的时候 就是他那个丁丁都能看得到 拍的特别清晰 所以说这个地方 也要看运气 就是你来看 我们现在说 在南京可能 这有个半年时间 就在这主城区 都能很容易看到姜屯 但如果你想看的 就是特别好 还是要有运气 就有时间 对又出来了 还在这 这个可能是在玩了 你看这个就是在玩耍 你看他前肢 他是伸到前面来了 他可能在养泳 两个就是 这就是一大一小 一个母子 母子屯在这 我看过一次睡觉 睡觉是慢慢的 很慢很慢的 很短 一分钟 对 然后不动 一起飘下来 对对对 还在这 今天还挺好 说话的这位 是南京姜屯保护协会的 姜蒙老师 我每回来南京 他都拉着我 说看姜屯去看姜屯去 但是特倒霉 我一来那姜屯就跑 一回都没看着 这回终于看着了 终于把任务给完成了 终于完成了 你看我刚才骂他 不是来了 竟然来 南京的姜屯 爱吃的鱼还挺名贵 长江刀鱼 挺会吃 这个卖的很贵的 吃的食是什么呢 一个是刀鱼 我们讲刀鸡嘛 吃的比较多 然后还吃的这个餐条 就我们说最常见的 那几种餐条都有 因为鱼跳下来 是个鱼跳下来 是鱼跳下来 这边的鱼比较多的是吃眼尊 然后就野生的 然后我们比较容易见 其实也不能说数量多 它在水面活动 我们比较容易见 江藤也经常吃吃眼尊 我们经常能看到 它应该是最适合吃刀鱼 那体型大小 体型大小也合适 然后对味道也好 就是这没船 对 它肯定不能跟船是重合的 因为重合的话 它很容易就撞到了 它肯定是需要 没有船的区域 但是它可以离船比较近 因为那船其实离着很近 江藤带我们去看 保护区的江藤监测系统 这个是他们无人机的系统 他们现在这个无人机 可以做到实时飞 然后在这就可以控制 然后是实时的自动飞 自动充电 然后自动巡航 看到江藤 然后自动会把它 拍 抓拍下来 就是特别智能 然后这个南京保护区 应该投入也蛮大 应该在全国的 那个水晶生物保护区 做的属于属二 这个就是它的声纳表 它南京这放了 这个地方放了 七套声纳设备 声纳设备呢 然后这个波新波的 就代表它 江藤在这活动 和博乐 这一扫子就这会流走了 我在里面就没有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就今年去年夏天的时候 特别旱 就基本看不到江藤 但是又哪一只用 所以我们就建议它 其实怕热的 它一直在水底下活动 偶尔上来换个戏 所以它能憋个三四分钟 所以今天您看 它们这个三十分钟 一会出来一下 所以它能憋 但是冬天的时候 它就很活跃 江边就是江藤书屋 这是他们自己弄了一个 文创的一个小商店 这邮政还是正儿吗 几门的邮政 然后这个书也是 这个 这点今儿是关门的 今儿是我们 特殊开放时间 这个就是摆了一些 我们的文创 包括 这都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些文创 就我们协会自己设计的 就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做的重要的一件事 是把它IP化 然后赶紧给它推出去 一会儿看不见 我就让你看见江藤 卡通一点 手别点 人家拍照片 没事没事 就是挺喜欢 挺喜欢的 然后慢慢慢慢 让更多人喜欢上江藤 南京的朋友 可以来这看看 是一个消夏的新方式 我觉得挺好